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kazuya zun 那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露面了 因为最近工作的关系真的是太忙了 其实很少有时间去剪辑视频 那对还在观看我的观众 以及还在支持我的观众们 这里说一声抱歉了 我会一直坐下去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 或者说之后两期的视频呢 我都想聊一下 我在我的这一台F80的M3身上 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 它进行了哪一些改装 这台车是如何从一台完全完全的速车 变到如今的这个样子 那这两期的视频呢 我会做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不单是分享我的改装件 以及我所有在选择这些改装件 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希望呢 有不同意见 以及有不同想法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板展开讨论 那我们就从外观先开始吧 这台车在提车的时候呢 其实整台车是完全完全的 M3 Competition的一个速车 一套M666的抛光的轮圈 外观方面唯一只有一个小小的升级 就是CS的一个后方的碳纤维的一个小压尾 非常非常小的升级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这种很商务的外观 很快的时间 其实我就看腻了 主要是它其实和奇葩的F80 M3 真的长得太像了 体现不出完全自己的风格 那我改车的时候 在外观方面的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我不希望整台车在外观上走得过于的竞技风格 M3毕竟它还是一台四门豪华轿车的底子 我更希望的是在保有四门豪华商务的同时 带入一点点运动细胞 让它变得有点像一个穿西装的潮人的这种所谓的感觉 那对外观升级上第一个颜值的提升 当然就是特身包围方面了 所以说我第一个改装 也就是前车的前后的前唇 以及后面的扰流的一个设计 那选择它的包围的时候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首先我们要再需要在这个材料上做出一个选择 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对于车身包围的材料 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碳纤维 第二个就是亮黑的材质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没有犹豫太久 我选择碳纤维的原因就是 我个人觉得碳纤维更适合这种欧洲车的 它的整体的外观和设计风格 还有这台车它原厂就自带了这个碳纤维的车 所以我认为将所有的地方匹配成碳纤维也更符合它的这个情况 没有犹豫 就直接是选碳纤维 并没有想这个亮黑的这个材质 M-Performance这是第一个包围的选项 就是所谓的原厂包围 这套包围也是装上以后影响车子通过性最小的 并且它包括了两侧的U型包围 但我个人觉得这套包围它的视觉杀伤力是最小 没有前脸和尾部的感觉很好的释放出来 并且即便要改就不会考虑在原厂风格 所以就果当放弃 它也是一个原厂的但相对比较激进一点的CS的风格 CS这个风格可以算是缩小版的GTS的浅纯 就是少了额外的下压力的伸缩的那个部分 它还是配置了两侧镂空的扰流 那原厂这套包围有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我还是希望打造出一台自己风格 并且比较不容易撞脸的F80 那第三个选项就是Virus 从我过去往STI的时候 这个Virus就是日本大佬级的品牌 这套包围其实很好的结合了CS的楼空设计 并且做出了这个高低层次的处理 本来我会选择它的 但是看到它如同一个铲雪车一样的后船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 很帅很帅 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风格 那最后呢我的选择就是落在了V-Style 这里的V-Style其实就是Vatsteiner这个品牌的复刻品 这是一个美国的外观碳纤维的改装品牌 它底下都是给高端的车子设计碳纤维包围的 里面包括当然Mpower AMG这类主流的车款 或者上升到了法拉利 Lamborghini以及Porsche这个级别 它的前唇有类似Virus的超强的杀伤力 可以让整侧前脸视觉效果更宽更低 并且额外凸出来的尺寸也有M4GTS的影子 但是呢后扰流却不像Virus的那么夸张 贯穿式的风格可以让M3尾部的宽体显得非常的饱满 并且完美的遮住了Mpower排气 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巨大的消音器 有些人觉得这个裸露的消音器是Mpower的标志 但我认为其实非常影响尾部的颜值 那我选择V-Style的原因 Favorstone的正品还有一个就是原因 这正品真的是太贵了 单独一个前唇的价格就在2000美金左右 接近3000澳币 我认为这个很容易刮蹭的磨损钱真的没有必要 我更倾向于把这钱花升级上性能上 那当然如果你口袋深的话 你完全可以忽略我的想法 那升级完前后唇以后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了 就是我要不要把侧群也一并升级了 毕竟这样看起来让整个车更一体化的这种视觉效果 但是我最后没有选择侧群呢 原因在于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在于 我看了原厂的CS以及原厂的M4GTS 他们也都只有前唇跟后唇的设计 并没有采用侧群 所以说侧群其实在功能性上几乎为零的 第二点呢放了侧群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影响这台车的整体的通过性 以及进出车的这个所谓的便利性 因为我之前在我旧的那台STI上 我是装了一个侧群 装完以后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过一些speed bump的时候 前唇是有办法侧的过去 但是这个地方你是逃不掉的 你怎么写怎么侧 它都可能会刮蹭 并且呢这个地方M3原厂的这个侧群的包围 它已经比较突出了 如果在这个位置再装了一个额外的侧群的话 进出车就会影响不方便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 我认为是这台车我前面说过了 我想让它打造出一个西装的潮人的感觉 我不想让它全部走的过于过于的战斗气息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那些风刀啊那些东西 但我在这台车上我都没有装 我也没有打算装 因为装了侧群的M3 我目前在网上看到视频 我总感觉太过战斗化了 就是有点WRX的那种感觉 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我个人现在不希望有这种太吸引眼球化的这种在街上太张扬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说我也是没有装侧群的原因 那聊完了这台车的包围 那下一个这台车最关键的点就在于轮圈上面的升级 我认为轮圈升级也是外观颜值提升 或者说想要让你的车跟普通的其他人的车款 展现不同的一个最大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那这台车对于轮圈的选择可以说是我历来改装里面最耗费精力的一件事情 就是基本上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每一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各大的 就各个主流的以及一些比较小众的改装轮圈品牌的网站 像BBS、HRE、台湾的BCforged 以及各个就是像北美以及国内的一些品牌 我都有一些小小的研究吧 那其实最开始的我的想法是想做一个两片式的锻造的轮圈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我自己的车款上用过两片式的锻造 所以这次本来想走一些不一样 F80上面最成功的锻造轮圈也就是BBS的LM以及HRE的Classic 300 最后放弃这个轮圈的原因是因为它和我想要打造这台车车的理念有点不符 因为这两个轮圈它太长销也太多了 基本你去搜索两片式的锻造轮圈的事态里面有8台F80的M3 都是搭载这两个轮圈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新意 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单片式的锻造 然后呢奇缘巧合 我一次在看一个北美的YouTuber拍摄了一个在北美的一个BMW的KAMI的时候 有一台水泥灰的G80的M3 搭载的这个轮圈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那就是我现在搭载的这一套Vorsen的LC106 它是一个多幅式的一个风格 但和以往的或者说我们所常见的就是平面式这种多幅式不同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边抛边的处理有做一个加厚加宽的处理 并且在每一个多幅的幅度中间还进行了一个内秤的切割的处理 这种一个小小的细节呢 其实就让它和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多幅式的 没有冷却设计拉开了一个不同 大家没有觉得这种孔形的形状特别像西瓜 就是特别有意思 也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这色处理我选择了跟STI一样的是 当初的是一个浅金色的一个金属漆的metallic的层气处理 当中的铝合金的cap呢 我采用了这个蓝色的涂装 让它和这个刹车卡钳的颜色也更好的搭配 这也是一个empower的一个专属的颜色的搭配 整体所以在外观上显得更加的一体化 那这个轮圈的数据呢 为了是做到了齐边 定制的数据是前面9.5 ET只是22 后面的是10.5寸 ET只是25 尤其是在尾部 让它整体车的饱满度看过去非常非常好 跟在这台车的时候 在后面开的时候 那种大屁股的那种视觉效果真的是 让我一要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要换这套轮圈 后面的轮胎呢 就没办法换宽胎了 这也算是一个弊端吧 对于我来说不是 因为我没有打算换更宽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把这台车的马力改得很大 把轮胎的宽度升级到295 或者305 甚至315都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一体质的情况下 285的原厂的competition的轮胎的宽度是极限了 再宽的宽胎就容易蹭到这个叶子吧 这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一点 其他的小部件就是50周年的纪念标了 这个BMW为了今年1973年成立到去年做的一个非常有Mpower风格的BMW车标 那完全就是一个新型件 但是我认为搭配在白色的BMW上还是挺漂亮 装了轮圈以后也为了和轮圈的金色搭配呢 所以我在外观上升级了一个碳纤维的Mperformance的尾管 也同样选择了金色的处理 这个小东西呢 其实在网上就可以买到 并不是什么原厂的正品 因为反正也就是个套筒 正不正品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 安装也非常简单 就是四个螺丝的事情 但就是呢 把原厂黑色的套筒拿下来倒是敲了我半天 因为原厂的卡扣真的实在是太紧了 那说完了外观的升级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台车内饰方面的升级 其实内饰我大部分还是保留原厂的这种风格 我没有进行一些像贴一些碳纤维的试板啊 这些有的人会做一些这种小升级 那我内饰上只做了一个升级 也是我基本在以往所有车上都会做的 那就是改装它的方向 因为我个人觉得方向盘是你和车辆 这个之间沟通一个最直接的媒介 也是你每天开车的时候 花大部分时间看的触感摸到的一个地方 那原厂的方向盘其实在日常操控上 它感觉还是太滑了 所以说我这次选择了全脊皮的M Performance的方向盘 当初也想过和我的STI 或者我的那台Nissan 370Z一样 做一个碳纤维方向盘 但是呢碳纤维方向盘我现在已经玩过了 我觉得这个趋势也正慢慢的在过掉 回归原始吧 就回到最直接的赛用的一个 全脊皮的一个方向盘设定 那这个方向盘呢 采用的是全部M Performance的 这个三色的组合交叉的一个缝线 上方呢有一个蓝色的M Power的这种风格的回正标 这一点呢也和我的刹车卡前轮圈当中的这个Center Cap的色彩 很好的搭配起来 然后换方向盘我就想既然都要拆了 我干脆就是连波片快升级了 然后呢波片的话 我选择的是这个G80风格的波片 前面呢是碳纤维的纹路 加减挡是做一个镂空的处理 后面呢还有一定的这种橡胶的纹的这种处理的材质 来增加一定的就是触摸的时候的一个手感和触感 然后整体呢波片上装完了以后 它有一点就是30度的倾斜于驾驶者的角度 原厂的是比较平的设计 所以说呢整体摸起来的触感 以及上手的这种易用度也是更好 视觉效果呢就更不要说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M1和M2这个按钮 我想干脆都换了 那既然也做一个这个比较流行的升级吧 然后全部选择这种蓝色的涂装处理 让它在色彩上的搭配更为一致性